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介绍该书思想精髓 并运用该书学术观点 解答观众朋友们关心的当前重要时时乐点问题 下面请收看本系列节目的第一集 中国为何从和平崛起走向衰落 崩溃还是溃而不崩 何老师 从您的中国陷阱到中国崩 溃而不崩已经过去了二十年 这期间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溃而不崩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呢 西方对中国的态度吧 总的来说是从热情拥抱到有属戒备怀疑 比如西方国家以美国为代表 热情拥抱的关键一法 就是2001年参迎中国加入WTO 那么现在的戒备和怀疑大概是两类 一类是怀疑中国模式对世界不会起好的作用 这个不好的作用主要是经济来晚中间 中国不遵守法治 比如中国不遵守规则吧 比如中国入市15周年的时候 美国欧盟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去年全面公开讨论 中国加入WTO以后种种破坏规则的行为 这些行为其实以前我在文章中间都谈过 它确实利用了WTO组织内部的一些软规则 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审视了自己的信誉 占了其他国家的便衙 今年美国有政坛人物公开表示 当年就不应该让中国入市 认为美国做错了事情 这是第一类怀疑 就是怀疑中国不准守国际规则 对这个世界的伤害 另外一类怀疑就是怀疑中国的实力 比如中国不是和平决戏 而是走向衰落 那么就是这两个层面的怀疑 应该说完全不是一回事 前者是价值观赏的怀疑 后者是实力的怀疑 这两种怀疑 这两种怀疑导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对华政策 何老师您的书叫中国溃而不崩 溃而不崩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呢 溃而不崩其实是这样 溃是自社会成量 就是指中国从生态环境 道德伦理 还有到政治腐败 全方位的溃败 这个我几乎不用举例子 大家都知道 而且这本书有一点很多人没看出来 但是出版我这本书的八旗文化的总编辑 傅察先生很敏感 他说我这本书和西方其他的著作不同 第一次指向了中国最深层的溃败 就是人的溃败 而这一点恰好也是我在书中重点论述的 因为我在节语中间特别谈到了人的溃败 将约束中国的未来社会转型 整线何方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中国是这个社会 人口众多 社会底层大概占了80%左右 没有像原来预期的现代化过程中间改变了社会结构 是这个阶层始终和清末差不多 就是这种社会底层占绝大多数 那么这样一种底层社会成员过多的社会容易滋生暴力革命的风险 这个我们大家就很担心 都清楚这个中国从清末到民国 一直到共产党革命 这个底层动员对社会的一些伤害 因为它会重复以前的农民革命模式 这一点就是我谈过 那么今后的这一点也未约束中国的转型 它会体现在哪里来 就算是中国转型成了民主制 那么民主制也是属人头的政治 革命是砍人头的政治 这个属人头的政治大家都知道 这个选票选谁 那么选出什么样的领导 那么这个领导阶层 把领导人和其他的那个议员 会在这个代理委托期限 他们的政策 还有他们照顾某一阶层的利益 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就是说什么样的那个选民基础 会决定产生什么样的政府 什么样的政府反过头来又会影响那个 所以以前有一个 那个什么就是制度经济学派 有个路径 一来里面谈的就是这个 其中分析了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国家虽然完成了民主化 但是它在民主化完成之前的 社会形态文化惯性 影响这个国家民主化以后的整个国家建设 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是溃的意思 崩呢是政权问题 就是溃而不崩 就是社会溃败再继续加深 但是中共政权呢 由于利用了它的潜力统治 然后呢就维系这个政权呢 暂时不会发生那种羞克思的崩溃 在这个情况下呢 就是但是维持中共政权不崩呢 这个过程恰好是 投资整个社会资源 包括道德 让这个社会的道德继续凝落下去 这个代价是蛮大的 何老师有一种观点啊 我看到观众朋友们读了您的书以后 他们提一个观点 你像习近平这一次修宪 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出现的像习近平这样 就是政治智慧比较差 或者说有的胡作非为 他会不会加速这种崩的进程 就是说他会让中国的溃 并且迅速的崩呢 您觉得有没有可能 这个习近平呢 这一次修宪 其实是从他三位五年以来 和他的那个防腐败 导致在中国观察 和他对立有关 我们大家都知道啊 这个从郭文贵在海外发起爆料 进行歌手推特给命以来 有一个现象 就是几乎是三大阶层 加上海外民运 在最初的时候 都狂热支持这个郭文贵 虽然知识的程度有不同 但是在这个所谓支持爆料 上面呢 是一致的 然后呢 有一部分人就放下出 郭文贵要把中国带向民主革命 所以呢 就开始了个人崇拜 说到了很多很多 很过分的话 比如他是超越孔子和耶稣以来的最伟大的人 任务立善 还有中国近百年出现的民主革命的第一人 这些翻译的话 我就不说他了 但是呢 有一个事实是真实的 就是贪官群体和官员群体 都是支持郭文贵爆料 他们用各种形式支持 比如在国内嘛 就是幸灾落后 希望这个事搞得越大越好 那么就是有一个人 叫做晚星班主任那个卢伟啊 这一次倒台 大家没注意到他有一个罪名 这个罪名叫做是选择性管控互联网 中国你要知道这个管控互联网 一直非常严格 尤其是异议人士的声音几乎是根本不能散去 稍微批批一点的声音也不能散去 但是在这个郭文贵三月份开始爆料以来 一直到这个五月份 几乎在国内的微信上呢 说可以自由讨论郭文贵这个事 而且利用了 郭文贵利用了那个微信啊 和那个电网络 跟国内很多人发生联系 让很多人参与了那个PPE制作 后来抓了一些人 那个郭文贵那个剪那个颅尾 虽然没有直接剪这个关系 但是呢选择性管控网络 你要想一下情形大概就是这个情况 由这里可见呢 国内的官场 对这个郭文贵爆料的那个暗中支持 至于在国外大家也都很清楚 就是网络上有不少贪官子女 用他们的那个 就是注册了不少推号 所以军在挺郭文贵 其中官是团派的 就据说有一个六百多人的那个粉丝团 当然还加上他们 掌控的那些水军推号 在支持这个郭文贵 这是观察 那么就是 然后第二个群体 我们大家就知道是社会底层 社会底层呢 就不用说了 目前在这个纽约还有一个反名粉丝团 是毫无条件的支持 就是那个 国内就更多了 但是国内不能像这么明显的支持 还有一个就是知识群体的支持 知识群体的支持 这一次就是很多著名的 知识人士 包括在一岁才的 比如那个包同先生和这个高瑜女士 都是毫无条件的支持这个 郭文贵 那个包同还有一番著名的讲话 就是郭文贵是他的老师 而且讲过不止一次 海外的民运群体就不用说了 就是支持郭文贵几乎是一边倒 当然后来发生了一些军飞 就是有一些人又从这个 他的支持者变成了反对者 然后他们之间现在斗来斗去 这个就不谈他了 所以就是从这里可以看出来 就是习近平五年的死争 几乎得罪了好多社会群体 反腐败得罪了贪官群体 官员群体 不只是贪官 官员也害怕他那个所谓反腐在路上 永远下去 然后就是大家不被安宁 这是第一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 习近平收紧这个言论管制 这就得罪了很多知识精英 因为知识群体 一直都是希望能够劝说单局 启蒙大众 那么这是他们的功能 单局把他们的言论空间收到几乎没有 又扶持周小平 发前方这样的人 所以他们的对习近平的反感 对目前中共这种言控 当然是特别有意见 这个都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就是关于社会底层呢 对共产党的愤怒 由来已久 就是大概这个 我不说群体 反正至少有那么一部分人 像这个什么代表底层 受害者的维权律师群体 三百多个人在习近平期间吧 反正是被抓 就709事件啊 导致三百多个被抓 被关 被压 那个吴干还得到了重刑 所以被判以重刑 所以这些情况呢 都是习近平招恨的由来 那么这一次呢 就是当然就是这三种 历练了 河流 那么最后都是希望 开始是反对王岐山 那清军策先把这个 习近平尊伟的事量 削弱一点 结果没想到呢 这个在十九大赐福成功了 为什么呢 因为王岐山退休了 结果没想到一个月以后 又回来了 就是开始宣传回来的事情啊 比如当国家副主席啊 还有等等等等 然后呢就是最近就冒出一个修宪问题 修宪呢就是要把这个取消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任期制 那么就是又因为传说这个晚期三世要担任国家副主席 所以认为这是要改这个任期制为终身制 所以呢这次叫做 于是就一参与反独裁 所以那个的 为口号的 副国副宪运动啊 在这个海外的网络上来兴起 也有好些民运人士 成了那个什么领导人 那么对这个事情呢 我倒是说明了一下 我说明了就是 其实中共从毛建制以来 一直就是一种独裁政体 那么就是只不过它是从寡头独裁 在俄国人独裁之间的来回摆动 所谓独裁就是权力集中在一个人 或少数人组成的一个政治集团手里啊 这种独裁体制中共就设 独裁的形式呢 一战以后出现过 宪政独裁独裁 家族独裁 还有就是个人独裁 寡头独裁这种形式 那么到了这个1960年的 那个民族解放运动 发生以后 在非洲拉美国家 又出现了这种什么呢 宗教独裁 定型就是军事独裁 还有那个更恶劣的个人独裁 就是像那个蒙巴托 他们那些人甚至吃人热 就是这些人原来是民主解放英雄 所以就是独裁不是看 是不是权力集中在个人身中 个人身中只是一点啊 还有就是讲那个共和 我也指出共和体制呢 历来有贵族共和 寡头共和 还有人民共和 那么中国呢 本身是寡头共和 就是少数人 想以权力 所以呢就是 最近呢 为这个事 在海外的 真的满热闹的 很多对方呢 不从这个法理上去 辨明这些基本概念 反正呢 就是在这里声讨 我个人反正是写了一篇文章 叫做习近平的终身制 对这个赵家共和的震撼 其中把这个合谓共和 合谓独裁 编习的很明白 那么就是实际上 这不是希望大家的 不要把这个统治阶级 内部反对领袖 个人独裁 和这个民主化的反对 中共一旦专制的独裁 分在一块 他们是两种性质的运动 就是这么一回事 您的文章啊 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很多朋友都在讨论 何老师 我问的问题是 中国啊 对自己的看法 这几多年也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 从以前输出中国模式 到应对内部危机 您又如何看待呢 这个事情有两个转折点 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 确实是经济上获得高速发展 最高的时候都是GDP总量 都增到快一年达到20%了 那么这种经济两位数的增长 让世界震惊 同时中国也自信心膨胀 在2003年的时候 接着到2005年接年出现了几件事情 一件呢就是国内那个 党类的所谓理论家三朝元老郑比肩呢 提出了中国和平崛起内 那么这个理论呢 在2005年发表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上面 这几乎是一种半光帆的宣言 在此之间呢 2004年就是和中国关系非常密切的 美国高盛公司的顾问 叫做库博写了一篇北京共识 发表在英国的伦敦金融学院的 一个杂志上面 那么就是从此以后 叫做什么呢 叫北京共识 文中的东西呢 比较简 简的比较 那个嘛 比较多 由于很多概括理论陈述 但是呢 最核心的就是说 中国模式 代表的北京共识 将取代这个华人顿共识 最后呢 中国将崛起超过美国 就是建在这个世界 主导世界发展格局 就是这个意思啊 那么他这篇文章出来以后 在国际这位引起轩然大波 然后紧接着就出来很多文章 都是论述了中国将要超过美国 只是年线不同 有的是说2020年 有的呢 说是2030年 最远的呢 就到了2035年 但是几乎一致欲言 中国将要在国力规模上 超过这个美国 取代美国的领导地位 中国呢 自己来国内呢 应该说有一批学者 叫做什么呢 这批学者呢 就是新左派学者 崔志源他们 这个是拿到一些课题经费 组织翻译了北京共识 然后呢 就把它改成一个中国模式 然后就是 中国就是要在世界上推广 中国模式呢 我是盖过为共产党资本主义 共产党是专制 资本主义嘛 是市场经济 也就是说专制政治 加上市场经济 就是中国模式的实质 要在世界上推广 那么推广了当时 拉丁美洲有个委内瑞拉 他的总统叫做查韦斯 查韦斯呢 是成为第一个最热烈 显影中国模式的领导人 还专门写过一篇 那个署名文章 发表在 那个什么英文世界中 那么中国当然也是 对他这篇文章是 亲眼先加 不断介绍 所以大概这一段时期 就是从2003年开始 到这个2009年 就是这个北京共识 中国模式间取代 瓦伦敦共识 中国将超过美国 成为世界领导者 这一点呢 就成为国际社会热论的议题 也成为中国呢 支撑自己 觉得自己能够 在世界上成为超级大国 的那个信心所在 但是一切变化 到了2009年 就不一样了 2009年这时候 发生了几件大事 第一个大事呢 就是经济上 第一件大事 经济上呢 就这时候2008年金融危机 就美国的金融危机 震撼了世界 中国在这个时候呢 就是和全世界不一样 拿出五万亿救赦 当时呢 全世界都把这个中国看作是 落亚翻舟 要拯救世界 但是呢 中国这个五万亿就开启了一个 中国经济的 泡沫高度 就是泡沫化的过程 第一个就是货币泡沫化 从来以后中国成了世界最大的印钞机 中国一个国家在那个2019年以后的五年 超过这个世界其他其他国家 就是美国 欧盟 还有俄国 日本 发行钞票的总量 超过了百分之五十一以上 就世界货币发行 其他四国加起来的中国多 那么中国呢 就从此以后这个经济就 走进了一个债务泥潭 那么到现在这个货币问题 泡沫化的问题 还没解决 这也是现在要对付的金融危机的 最初由来 这里就不详细简单 就提个头发到这里 那么 与此先应的 就是中国新任了八年的世界工厂 进入了由盛而衰的拐点 从那时候就是东莞 这些世界工厂的主要车键 每年倒闭 几十万家这个企业 几万家企业 然后加起来几年之后 到现在是几十万家倒闭了 然后就外资大量撤走 世界工厂就发振为名 已经到了周边国家 比如印度 斯里南卡 越南 还有到巴西 所以这个事情 就是对中国的制造业 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在这经济上 政治上我们大家都知道 2009年 就是薄熙来灿红大黑 在国内引起了 开启了 十八大权力端争的 最初 前夕吧 然后以后就到现在为止 我们都知道 刚才讲到的所谓修宪问题 都是那场权斗的延续 可以预测 这个习近平呢 这个修宪以后 就算是达到了末底 这个权力斗争还会继续下去 但是现在来权力斗争的反对方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理由 郭文贵那时候提出的理由是保他个人是保命保财报仇 那么更高层次的理由就是过去五年半的那个反贪案件 都是冤案要为贪官平衡吧 要为贪官报仇就反对反腐败吧 那么现在找到了一个更好的理由就是叫做复国复宪 很多复国复宪从这个赵家人来说 就是这个中国的官场 还有权贵来说 他们确实有足够的理由反对这个习近平修宪 但是呢 对于这些老百姓来说 这个国家确实是中共的国 这个宪法是维护中国一旦统治的宪法 因为宪法开宗民意讲的就是这个吧 所以呢 老百姓参与去赴国复宪呢 我个人是觉得 是他们可能找错了方向 我在那篇文章里也谈得很清楚 大家干脆不完提出 要把这部中共的宪法修宪成人民宪法 就确立这个民选制度 确立这个什么三权分立的原则 和那个应该跟这个什么赵氏家族啊 赵家人复宪的目标区分开来了 就是这样 您这篇文章确实非常深刻 我发现这本文章是在青年居上 青年居你能不能简单的介绍一下 青年居是我的个人网站 那个因为我的文章写的比较多 那个发表在 其他的网站转载的也很多 但是基本上没有完整的 因为每个网站它都是根据自己的需要 转着他喜欢的文章 所以我最近就设立了一个个人网站 然后就把我的那个文章集中在上面 就是但是著作了 因为有版权还有什么问题 我也没全部上载 所以就是但是文章基本上 大概90%是正在上面 有时候我自己也忘了一些文章 还要别人提醒才贴上去 所以就是如果是有人想看我的文章 可能青年居上面是最全的 谢谢 何老师 国际社会对中国似乎有一种忧虑 或者说一种难言之以 您的看法是什么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忧虑是来自于两方面 一方面他们高估了中国的经济实力 总觉得中国会继续强大下去 然后就又由于中国的价值观不同 所以这种专制政体的膨胀 将对其他的国家产生威胁 尤其是跟中国有关的那些 周边有领土纠纷的国家 有这些忧虑 还有台湾都有这种忧虑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中国的崛起的姿态 确实是咄咄逼人 这是一点 另外还有一种忧虑 就是对中国是另外一种看法 这个看法可能最后就是 以奥巴马总统在前年 发表的大西洋月刊 就是奥巴马主义中间的看法为代表 奥巴马主义中间谈在 主要是它的外交政策 其中对于中国谈了很多 那个对中国的看法就是 从这个一个衰落的中国 比崛起的中国更可怕 大家都知道前者是担心中国 崛起威胁事件 这种看法就是担心中国衰落 担心中国衰落了 这种理论是建立在中国不那么强大 经济已经由胜而衰 那么接下来就是 中国将如何支撑这十几亿人的国家 中国经济一般衰落 如果养不起这么多人 怎么办 那么最后就会向外输出难民 这种看法是站在世界的角度上看 确实世界现在到了 各国青年失业率高居25%到40% 尤其是欧盟国家 青年大学毕业以后 找不到工作的占40%以上 在西洛那些国家甚至是超过60% 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我们都知道世界1968年危机 还有巴黎红武业 意大利的那个青年旅 意大利的红色旅 还有这个别国的那些什么组织 美国的黑豹 都是这种青年失业率过高下面 然后就是产生的一些那个暴力 或者是半暴力抗争的那个组织 这是一条 第二个就是世界上 现在去年后国公布 大概难民呢 总共是正式确定为难民的 有几亿 大概是去年增值为三亿多 现在呢就没地方安放 我们也知道这个奥巴马 发表这份 这份利润呢 是在这个叙利亚危机以后 难民潮几乎淹没了中国 也就是说大家其实没敢说出来的 就是中国的人口的问题 可能呢是世界上担忧的一个隐犯 就是大家也知道这个阿拉伯之春以后 那四个国家陷入动荡 其实加起来人口只有三亿多 不到四亿 所以我想如果中国要是发生了这种事情 中国是十三亿 所以他们希望中国能够稳定 能够至少是保持这个经济的发展 就不讲繁荣吧 能够维持住国内的这些 需要控制住这个实业的规模 然后呢不给世界带来隐犯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何老师您认为中国未来的前景会怎样 中国未来的前景 我在中国溃越不崩 里面讲得很清楚 就是中国的经济 盘势挣扎 已经不可持续 那么现在就是要调整结构 还有就是挽救这个实业经济 一直这个金融泡沫化 那么经济会进入AO型下面的原因 就是略有下伐 在这个情况下 经济会长期保持这个态势 要忍受这一点 政治上呢 中共现在是拼命地用这个加强控制 来这个控制住 政权维持稳定 控制就是保住政权维持稳定 所以在短期内 我认为在这个今后的大概15到20年内 是会维持这种溃越不崩的状态 我这个书中电谈 我这个东西呢 有一个说法 大家不要误解年代 因为我最初提出这个溃越不崩的说法呢 是在2003年 中国威权统治的现状和前景 当时我说了 中国会在20到30年内为维持 溃越不崩 那么到现在为止 应该30年就是2030几年吧 所以再往后面做预测 我认为了 这种长期预测 就没有意思了 因为所有的现状呢 都是从这个什么呢 而所有的未来都是从现状起步 中国目前就是 我已经讲过了 中国维系一个社会 基本生成的四根支柱 中国已经有三根崩塌 半崩塌 这三根呢 一个是生态环境 第二个是道德伦理 第三个是人的基础生成条件 就是主要是就业 中国现在是三亿多人 几乎没有认可就业机会 这个我说三亿多人 不是总人口 是这个劳动力年龄人口 就是16岁到这个60岁 这一段 还加上这个老龄法严重 所以很多问题都集中在一起 所以中共政权以后 没有能力谈发展 主要就是维稳 这个维稳 一个就是经济维稳 经济维稳的重心 就是金融维稳 现在启用刘鹤 那么刘鹤要加钱金融监管 就是维稳 一个是政治维稳 就是维持这个中共呢 政权不崩溃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何老师向您提的最后一个问题是 关于中国崩溃论呢 一直是海外的一个热点 但是呢 实际上告诉我们呢 只听罗班想 就没见能下来 您觉得这个中国崩溃论的问题 在什么地方 中国崩溃论呢 我觉得他们这些学者 包括专家敦他们啊 都很敏锐地看出了 中国存在着种种 这个尖要崩溃的因素 这一点他们是看得很准 但是有一点呢 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在这个 中国长期生活 不像我们这种 在中国出生长大 而且长期做研究的人 深刻地了解这个 中国极权体制的韧性 它和这个 他们是按照美国 或者西方国家的经验来推论 可以说中国现在的危机因素 只要有一半 发生在这个美国 会导致 确实会导致这个政府来垮台 那个内国会积极辞职啊 这种事都有可能发生 因为很多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但是中国是个极权统治国家 所以它能够动用很多 西方民主国家 不能够用的手段 比如这种外费流失 资本外逃 如果发生在美国 美国政府是没办法控制的 他不能够说 让银行停止支付 让这些资本呢 不把钱拿走 他只能够用软手段 比如这个什么 川普要吸引回这个资本 他需要用减税 这个减税这个政策 就是让那个企业志愿的回来 很有效果 一下就回来了 中国政府呢 他要逼资本回来 可以把人抓起来 比如吴小飞 还用总统办法逼迫这个王建林 因为他们这两个人都是从2014年开始 不断地往外面转移资本 王建林转移资本 都到了一种轰狂的程度 有一年转移的那个到外面投资 几百亿占中国外费储备的百分之四点几 所以中国政府可以用这种办法 但是美国政府是不可以 你再发给把喇叭的时候 他们再多留点钱在外面 只要没有明显的违法 就不能够把它抓回来 那么就是这样 所以这里是中国政府能够 还有一个就是 美国政府 美国社会是 没有什么 允许老百姓 抗议 游行等等 中国政府可以不准做这些东西 美国的言论也是自由的 虽然近些年来 由于政治正确 很多限制言论自由的行为 但是它不是政府限制 是这个民间一种思想 媒体 他们按照政治正确的原则 自动的限制和打击对 自动的限制自己的言论 还有就是 限制别人的言论 还有就是打击 他们不喜欢的言论 因为中国完全不是一回事 所以我觉得呢 张家敦先生 还有包括其他的人 都是因为服侍了中国 是个集权 可以采取一切手段 来限制危机因素 或者减返危机因素 所以才出现了 你简单 崩溃论 只见楼梯 不见人下来 但是这些年来 他们已经开始修正了自己的理论 比如沈大伟 他就说中国陷入长期衰败 但是他不是说崩溃了 他原来有一个标题 对这个云片文章的标题 对华尔街日报 引用说是中国将崩溃 站在不远的时候崩溃 结果引起很多批评和误解 中国也 政府也非常反感 一下子将他从作战兵的 变成了批评把子 批评了一番以后 沈大伟改了理论以后 他又没有阴阶回去了 又把他当作战兵了 那么至于我这个亏额不崩呢 是赤子和沈大伟 那个长期衰败呢 看起来还是有点接近 因为我们分析的 但是我是很早就提出来 2003年 他是2017年 大概是2014年 就是党类斗争 跟中国党类斗争 非常激烈的时候 他才出来说这话话 而且他当时是认为 中国应该实行真心和路线 所以是等于卷入了 党类的一些斗争 大概就是这样 在节目中 何新年女士分析了 20年来 西方社会对中国看法的转变 从和平崛起到中国衰落 以及中国政府 对自己看法的感应 从输出中国模式 到应对内部危机 2003年 何新年女士就在 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 与前景一文中 指出在未来20到30年内 中国将长期陷入 溃而不崩的状态 溃是指社会的溃败 不崩 是指中共政权 不会在胆期内崩溃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也感谢何清莲女士 最后 您要求您的观众朋友 请您的观众朋友 感谢您的观众朋友